今天在家乐服买了Dr. Pepper可乐和Dr. Pepper 樱桃风味可乐 我们就两罐都来喝看看吧 我先把两罐都倒进杯中 樱桃风味连泡泡都带有暗红色 饮料有点深紫色的感觉 原味的颜色就是一般可乐的褐色 我先喝原味 第一口喝下去我以为自己拿错口味 因为原味也很明显有樱桃味 它就是一般平价生日蛋糕 上面那个超红樱桃甜甜的味道 接着喝樱桃风味可乐 其实我觉得两罐味道很类似 原味稍微更有可乐感 樱桃风味就更像蛋糕樱桃一些 我在PET看到Life is Money版文章 也有一些网友表示原味有樱桃味 然后在八卦版看到多位网友表示难喝 说很像感冒糖醬是美国发给游民的饮料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喝 这时我想到我常常觉得葡萄口味饮料像感冒糖醬 给我一种微微的反感 也许我小时候常喝到葡萄口味感冒糖醬 那很多人常喝到樱桃口味的吧 我喝了三十几种不同的可乐器 所以我整理程播放清单放在下方 也可以去看看哦 大家拜拜啦